歡迎各位 我們除了步道學食物班的學員 還有我們舞會的貴賓 還有我們步道學食物班的老師 我很高興今天來這邊 就是我們步道學食物班 就是一個中國發表 還有幾個也是 要開這樣子的期間課程 真的是不簡單 我們從105年 就是前面開始 開了三期的入門課程 然後呢 老師是以那種很嚴格的標準 在跳進階班的學員 所以我們也是好不容易 就是說可以在今年7月 開那個進階班的課程 那各位都是老師經過 經挑細選的那個入門地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今天 居在這裡來就是結業式 從此成果發表 那首先我們就是 請我們理會的來賓 首先請我們世貿中心的總經理 也是我們文山社大的執行長 因為有他的支持 我們的那個課程才可以一直 就是繼續開下去 我們觀光旅遊集的主任秘書 還有沙部長 東方大學的彭本老師 還有西老師 還有林主持人 還有我們那個 都會公民的西主任 世貿中心的紅主持人 各位學員 大家笑得好 很高興今天我們這個進階班的一個結業成果 剛才我們林主持人講到 三天前 就在我們跟 登山社大再跟 武道協會 用我們西老師 西比天希老師來跟我們指導 來共同推動這個 史作所作武道 已經剛才跟各位報告 就有三個課程 三門的課程 在陸西再三門陸西再開 我們師傅中心的紅主持人 也參與其中一個課程 我替他一直在講 真的很辛苦 所以尤其這個課程 真的是要有實質的 有對這個愛好者 或者這個理念才會共同的 堅持在跳起 好不容易 今年就是在2018的 進階班 終於可以開成 我想尤其經過 五十四個小時的專業訓練 我想在專業的 一些老師的指導 跟一些 愛護這個大自然 跟環保的一些 共同的志工 共同努力之下 我想這個五十四個小時 各位學員 相當辛苦 終於有一個成果 大概我們是希望 文山社大也可以跟在地的 尤其我們希望 希望再關心 包括我們大富山的一些 步道 還有太平的表文庫 那個步道 我們想可以繼續來推動 當然也需要各位的努力 今天有很多來賓來給我們 來立民來指導 再次也很感謝 而且我們學習管理局 一直支持我們這個 這個課程 再次的謝謝各位 當然今天也恭喜各位 終於在五十四個小時的 有一個進階的完成 聽說要進階班 不容易 還要入門 還要特別的一個挑選 所以你們可以 在進階班裡面 可以完成 我想是真的 我剛才講的是 一個信念 尤其 我們林主任跟我們 來進階 每次在搬那個器材 說看我們這兩個女生 這個器材 我在搬還可以 搬上車 東西要這麼多 然後我想還要 你們在實作的時候 都遇到下雨天了 我想你們都是這樣子的做 回來 我跟菁瑩講說 這個工具不去以後 等一下 下一次就會生鏽 以後就不好用 不過我想很感謝 大家共同努力 因為他們苦在心裡 沒有跟我疏苦 所以我就看到他們 在搬下來 這個我們的同仁 真的是不簡單 尤其他們一陀 然後再進這個 健康道 一直以來做的時候 他們已經熱衷這個工作 我再次也代表學校 感謝他們 所以林主任跟我講說 今天有結信 我說 今天大概 設到今天的活動 美國帶來台北 還是我們的事情 有些人才可能 建康道 這個 我們這個 結信幫他在一起 我想會比較快樂 因為聽說早上 小營總統在那邊 所以社大 那邊是一直 希望我們 夢想升級 我想 還是今天的結識重要 所以還是跟各位在一起 再次的謝謝各位 大膽的祝福各位 謝謝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 請萬里居莊主密來跟我們知道 來跟我們知道 來跟我們知道 各位貴賓 以及今天 隨便的企業室 然後我個人很高興 有這個 能夠參加這樣的一個社會 那因為 我們局長 今天剛好我們 到更多五個 最美麗海灣五年 把節目到後面去了 那 我們是華國跟海外國的活動一起 然後結果整個來做相當的行銷 那 那 我想 我自己本身 剛剛也跟 我們 剛從這個時候 我們本身對於 舞蹈的 規劃設計 非常有失去 在實際上 我們也在很多人 那 手作舞蹈 還有那個 舞蹈協會 相關的 那個 這樣的一個目標 跟 用心 我想 在整個的 步道 不管他的 自然 任務 跟相關的 支援的 相關的一個 裡面 我想 對於 從事這外面工作的人 可以說 非常的 有時候 可以大大的 澄清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 管理局 從 早期的 很多 雖然我們 那個 早期的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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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ect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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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步道還有小管理步道的規劃設計的運動也很進來 所以一直跟爸爸區長一直在這邊 那也非常感謝 我們學會這邊能夠連丟我們胡登 爸爸媽媽 那我想未來我們也會在朝鮮旁邊的一個方向的目標去做努力 今天很高興很多運力在從事這方面的一個活動學習 還有一個基本的理事 那在此我是敬佩也非常高興能夠參與這樣的一個聖位 那在此也祝各位一個禮拜 謝謝 謝謝 那學會公園許主任代表給我們 那東海大學彭老師 大家都很客氣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那個我們就是 最辛苦的許明珊老師 來為我們就是談一下彭道學的生意 好 那個那個主任 主任然後彭老師 然後部長 就是還有我們各位幸福的學員 待會你們的親友團會陸陸續續說一下 好 那前面呢 我們還是稍微很快的 就是也可以貴賓 還有就是各位學員大家來介紹一下步道學 好 那其實在台中之前 我們大概是從2013年的時候 那千里步道其實從2007年開始推動手作步道的理念 那慢慢的發現說步道的概念 其實可能是跨科技 跨學科 跨領域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打破所謂的工程專家 跟俗名的這種絕對的兩分 那其實也希望把一些使用者經驗 然後整合一些生態 文史 甚至是哲學 甚至是政策 所以它其實是會包含了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 跟工程科學 那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2013年的時候 提出這個步道學的課程架構的時候 這個過程其實是慢慢把它完善 大概會包含這四個內容 包括步道的調查規劃 診斷 跟整體環境的一個概念 還有就是具體的課題的一些解決方法 那其實我們在過去這幾年來 我想部長就很清楚 就是我們 包括去年國家公園 委託李嘉茲老師他們做了這個 步道的規劃設計準則 然後聯務局我們協助他們 建立了步道工法的設計手冊 其實從國際的工法 跟國內的工法的經驗 現在已經有了我們自己本土的 適合手作步道可以用於工程的 一個設計手冊 那也在跟聯務局的討論過程中 我們把原來最初想的入門課 跟實務課的課程分級 然後把每一個課程的內容 做了很細緻的這個設計 包括說我們把步道學的課程 分成了核心課程 通識課程這兩大塊 另外其實還有所謂的外部課程 也就是說如果要具備 帶領活動的能力的人 他其實可以去參加坊間所舉辦的一些 包括野外提救啊 生態旅遊啊 環境教育啊 這一些都是其他外部課程 可以大家做自我吸收的 但我們步道學會聚焦在 核心課程跟通識課程這兩個部分 那通識其實大概就是保育智能 跟政策規範的認識 那最核心最核心的 我們認為其實包括所謂的 people skill 跟trail skill 也就是群體技能跟工法技能 那所以步道學的入門課 跟實務課呢 比較著重在核心課程的開設 然後再來就是帶到了這個 同識課程的一些概念 那怎麼樣去區分呢 這個入門課跟實務課的等級 我們把它分成了三個level 這個其實也是參考了 包括紐西蘭跟英國的做法 那在這個入門層級的時候 他要具備的是基本的知識的能力 那到了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今天我們要結業的這個實務階段 他必須具備課題判斷的能力 那要經過接下來 結業之後其實是一個開始 就是他進入實習的階段 必須要有規劃實作的能力 那這個裡面細緻的課程的安排 就會搭配著這樣子的四大類 然後這個三個分級來進行 那我們怎樣去評估大家能不能結業 那這其實是我們認為說步道學 希望能夠培養這五個能力 這個五個能力呢 會透過這樣子層層不同層級的入門 到實務到實習呢 會照理會從至少具備一項到具備三項 最後能夠完整的具備五項能力 那這五項能力呢 基本上我們是認為所有要能夠做步道的規劃設計 跟帶領志工工作的人 必須具備步道環境觀察的能力 課題分析的能力 解決方案規劃的能力 團隊溝通潛逃能力 跟環境理念宣達 這五個能力 那我們的課程設計裡面 就會連結到未來這個希望能夠有一個 就是像現在有所謂民間第三方認證的術議師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有步道師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步道學的課程裡面 我們剛剛分了那些集 然後有那些課程 其實它是可以包括政府部門的承辦人員 或者是學校的學生 就是建築或景觀系的學生 或者是已經在做步道規劃設計的業者 從業人員 他們可以 就是我們其實有做了一個勾選表 就是說針對不同的對象 我們建議他步道學要上哪一些課程 上到什麼等級 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成為步道師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上步道學 但是我們最後設想要具備完整的 不像能力的人 他要成為步道師 他要扮演的角色呢 會比較像是未來呢 包括參與到政府部門的這個審查會議 然後包括要審徒的能力 還有包括說他要能夠去帶領活動 或者是規劃一個完整的這個步道 以及陪伴社區去進行步道長期的維護等等 那所以這樣的人呢 我們就稱他為步道師 那跟步道學的一個對應來看的話 就是入門課基本上我們是 這個只要有興趣的人打開大門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聽 越多越好 然後呢 就像剛剛凱莉說的 就是我們會從入門課 大概通常都是開了兩期到三期的入門課的學員裡面呢 去做一些觀察 我想大家應該來想看 我們入門課其實有一點像大學部的設計 每一堂課都要交作業 這個 你們都沒有無表現 你們交的已經麻糊了是不是 每一堂課都要交作業 然後呢 我們會從這些作業還有上課的參與的觀察裡面去找到呢 具有進一步參與食物課的潛力的人員 那當然我們也會徵詢意願 所以這其實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承諾來參與了這個食物課 那食物課的設計待會兒會講 他比較像研究所的課程 也就是待會兒我們六組的同學要做的這個成果報告的內容 那在食物課裡面呢 今天只要我們老師觀察大家的實作表現 作業跟上課的參與等等 認為具備剛剛的五項能力 至少其中一項就會成結業 然後具有種子失資的這個資格 那具有種子失資的資格之後 就會參與了第三層次的實習 這實習裡面 當然會有我們的這個Level 3的這個課程之外呢 其實更重要強調是100小時的實習 然後呢 具備三項的能力之後成為實習步道師 每一年還要進行回訓 那當然再過來就是300小時的實習 五項成為步道師 然後那能夠獨立完成六屆以上資深步道師 另外我們呢在這個月會召開第一屆的榮譽步道師的審核委員會 我們在過去這個十年中間在台灣各地所訪查到的地方的起勞 他保留了傳統工法的這一些記憶的人 我們會提報他為榮譽步道師 他會是我們步道師的老師 那所以他就相當於人間國防的這個程度 所以那整個完整的步道師的名單跟層級 預計在明年的1月5號會正式的來做公布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呢 包括民務局在去年的地球日 局長親自做步道宣示要做手作步道 然後劉克香老師跟新北市現在大力的在推動手作步道跟淡蘭古道 那臺北市長呢柯文哲他也參與了兩次的手作步道 並且現在也開始啟動了淡蘭文化進的計畫 那林市長呢其實在這個去年的4月的時候 也到了我們第一期的這個瑞景步道上去做了一個指示 就是希望未來台中的步道都能夠採用手作步道的精神 那這個是過去我們在台中的入門課的內容跟師資 那這是實務課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這個設計基本上就是 不是只有老師講他是做中學 然後學員其實行動跟這個技術跟知識是同時要具備的 那其實在這個台中的部分開了三期的入門課呢 總共有41個結業 總共其實有68個人參與啦 最後只有41個結業 然後這是入門課的部分 那進階課的部分呢 預計今天會有15個人可以結業 那在這個實作的是人士還有實術 這是過去我們運用了包括瑞景步道 跟大坑五之一步道所做的一些步道的改善 那把台中的部分整個加起來的話 就是從2010年到現在 所有步道學入門課上課的同學呢 已經有436位 然後實務課的部分呢有102位 所以各位是102位中的15位 那進入到第三階段的實習共學社群的 目前是24位 然後到了1月5號公佈的步道師 目前我們統計合格的應該會有6位 所以大概我們就希望說 逐步的用一種比較嚴謹的態度 然後去培育這個同時 我稱他為斜槓步道師 因為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後但是另外在培養這樣的一個專業 好那這是我們入門課的一些上課的過程 那我們其實幫他跟公眾溝通 要基於公共性、整體性跟迫切性、必要性 來去參與到這個手作步道 不是為了做而做 然後我們必須要這個 能夠改善這一些步道 那所以改善的方法 手作步道的六大原則 要考量生態、環境、人文、歷史、環境承載量 究竟取材 然後還有常態維護 跟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協力 那在入門課的這個成果裡面呢 學員有做了百里步道調查 做了一個平行的調查 經過三期入門課學員的接力調查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坡面分類 然後目前列在管理局的這個百里步道的名單裡面 已經有54.6%是水泥步道 那我們希望呢這個數字不會再成長 那其他的墨站道整部墨屑碎石石材的比例大概是這樣 那墨站道的比例其實還蠻高的 那其實我們也在溝通一個概念 就是越多設施、越多風險、越多圍管 所以如果能夠盡可能的 逐步的把一些已經爛掉的墨站道 或水泥步道 我們盡可能的用比較自然的方式去恢復 來提高自然步道的比例 那我們就非常期待 今天台中步道學的這一些學員 可以成為這個未來協助台中市政府 來進行這個目標的一個很重要的後盾 那這個是實作的狀況 2016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只有挑一個代表性的功項 那參與的 對我們其實給官員覺得 海風管所的報告裡面都有很多的功項 那第一期這個花了兩個工作 今天改善了銳井步道 這是都是實作前後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2017年五大跟五之一 這是一個非常代表性 到現在我們經過五之一的時候 所有的路過的山友 都還會對這件事情不斷的提出來 就是在這個壞掉的這一間工程站道 我們把它用現地的短時改造成現在這樣 然後目前我一直經歷過非常多次的大雨 都非常的好 那第三期的部分是 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手作步道 在施作前後的這個對自然環境的 那這個導動其實不會很大 但是改善了充實的問題 那其實大部分的步道都是這樣做就好 那今年的食物課 由於因為大跟五之一後面在定行一些工程的 這個就是拆除木棧道 所以我們只能夠做路口的這一段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從原來非常充實 然後有非常多亂石的情況之下 我們運用現地的石頭 把它做了一個路形的改善 那接下來大家就會看到這一些同學 他們其實這個 我不知道課外聚在一起做報告的時間 跟上課的時間加起來哪一個比較多 可能是課外的時間更多對不對 那這就是所謂的研究所的上法 就是不是只有聽老師說 他們要選定他們要守護的那一條步道 然後用這條步道來把老師所講的各種的方式套疊在這個上面 然後去做一些成果 所以待會各位會不會看到我們同學呢 他們會從前置的重新價值的確立 然後環境基礎調查步道的分類分級 然後古地圖的套疊地質土壤圖 雨量這一些 然後定線規劃跟資源調查 更細部的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把環境因子跟人文因子跟步道的 這個解決方案整個對在一起 然後我們再有一個實話的分析 跟最後的工項規劃 那個待會各位就可以看到 他們呈現的這個完整的報告 那在後面其實也有印出 就是這個個人的 我們覺得可以作為典範的一些步道的報告 那就也歡迎大家待會中場休息的時候 可以去翻閱一下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我的這個禮言就先引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我們的這個 凱莉來帶大家分別上來做報告 好 謝謝 好 那重頭戲開始囉 我們第1955期那個就是張玉丘 玉丘是我們第二期入門課程的學院 那因為他後來調到那個 基隆在基隆工作 可是他就是利用視訊 然後還有學澤集團回來 參與我們實際的課程 所以他今天要報告的是 是基隆草案的舞蹈 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同學然後報老師 以及老師來的貴賓 大家好 那因為我個人工作的關係 要到基隆那邊工作 那到基隆之後 其實不像在台東這樣 四峰八島 可以騎著機車 或跟大家一起到 舞蹈啊 或者大陸山林 或者說是像港大坑那邊 就可以 就是很容易去走進山林 那但是在契讀 東北這邊的 東北區域這個區塊的話 因為本來我比較不熟 那來到基隆工作之後 其實有一些 步道學的情態朋友 有另外在推薦這個地方 在基隆契讀區的草蘭步道 那當然他如果說 我們要去瑞芳 或者去暖暖其他地方 也是很容易 可是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其實 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從基隆市區到七路這邊 其實搭公車或者鐵路 或者騎機車都是很方便的 那其實剛開始 從路門課程一直到清潔課程 然後尋找一條古道或者一條步道 其實對我來說 一剛開始的初心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要找一條比較漂亮的 或者比較吸引人的 或者我走進去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氛圍 然後我開心很快樂這樣 那事實上上步道學這門課呢 告訴我們是說在我們身邊 或者說我們就是生活當中 其實很親近你可能就是在坐地 你就可以接觸到一條步道 很容易的你就可以走進到山林裡面 或者到自然環境裡面 那但是你要透過去觀察這條步道 可能給你了什麼起司 或者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那你能不能自己親自動程序 規劃設計 那未來怎麼去 或是暴雨程序的應用到這上面 好 那我們就直接先從這邊開始講一講起 我所選擇的那個七土地區這條草量的步道 它其實是位在靠近江子雷山附近 那江子雷山的話 應該是在地圖這個地方 它也比較靠近平溪的引腳 那左邊呢 你可以看到它跟七子地區這邊的一個步道 其實是連動向一步的 那往右手邊那邊其實到了暖暖地區 或者暖冬湖道那邊其實也很近 那在1904年的臺灣寶圖裡面呢 我們去套量那個這條步道 可以發現說其實在臺灣寶圖裡面 它當時就有一條這條的那個草蘭步道的形成 那當時的軍民其實他們從七土地區 然後上來到草蘭莊這邊 它這一個地方其實當時是屬於台北線的 實定堡的地區 那這一條步道看起來很長 可是我們現在要做的區域 就是在剛剛這個藍色漸添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叫草蘭 其實當時這附近其實算是水源地 所以它其實那個土質啊 跟那個就是水源風沛的狀況 所以它比較軟爛 那當地人那些像說竹林或者木頭 其實就是他們的人就是要種田的時候 要走進去一些相當的工具 那這個地方當時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步道的情況其實也是屬於比較潮濕 比較失望 另外剛剛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所做的草蘭步道的 其中只有這一段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些山洞 他們陸續想要再去發掘 這樣子也要往上面判判的那一段 那這一條補充其實它所串連出來的 周遭的景點都是蠻清零的 一方面比如說我們去太陽瀑布 或者太陽那邊有一些市民農園 他們在這邊也租了一些 就是比較輕鬆然後有氣的地方 那另外你也可以走這一條步道 一路上來到那個江子洋山 那另外往那個溪子這邊 其實它橫貫過來這邊江草蘭的補充 它可以到復興宮 然後再往江子洋雪壁這邊 景色都很好 尤其是那個江子洋山 其實它在那個秋天的時候 荒草花的樣子就是非常漂亮非常細年 但是事實上這一條步道啊 雖然說它有串連這一些部分 但是它其實利用率沒有像 其他的這種登山步道有坑那麼多 那相對來說其實都是一般的農民啊 或者附近的社區住戶他們會死亡 那如果我們現在從基本屬性來看 就可以看到說當時跟 另外一個步道的伙伴一起去做探查的時候 其實是從這一個 A點這邊是江子洋山的登山步道路口這裡 它往右側這邊 往前這裡我們去走了實地探查的草蘭古道 那到這裡之後呢 它才是通過那個江草月齡古道這個地方 一直來到這裡有一個山差點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要去太陽漢漢也可以 或者星子的復興宮 往另外一邊的那個步道也可以 那另外如果來到第一點這個地方 是一個叫齊維 它也是一個三角點 那往右側就可以過去來到我剛剛講的 這樣子聊山 但是基於這個整個環境的探查跟檢視之後 決定要做的是A到B點這個步道的區段 記錄一下看這邊 它是一個那個很高線的平面圖 那在入口的部分 它其實是一個高度差大約在同436公尺 一直到327公尺的一個上市山步地 那在陸續走探查的過程當中 可以發現它的最大的波度其實到38 其實還蠻動俏的 然後平緩的地方其實也有 那平均的那個波度是在7.6 那這邊是我實際探查之後 擷取了一些路線的節點的照片 那右手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江澤遼山的登山步道往這邊上去 那基於是這種環境附近呢 因為它陸續要規劃讓我們登山步道 所以也在那邊組了2400街上的一個路線這樣 那其實路線道就像剛剛薰奇老師講的 老師就是他所說的 就是說路線道其實在這個很潮濕的地方 他有條例回管 那在新聞上面可能也常常可以看到說 喔 民眾去醜漱 我明明就說啊 會不會壞掉 我趕快來修啊 那怎麼可以修啊 對 那這一個 這裡就是我們要走的草量步道 但是其實他又是沒有很明顯 他路口處大概是有一些 跟三對他綁了一個路條 然後有一點點的姿勢調整 那走到裡面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些心靈的 所棄的10階梯 然後一直到 因為他這個地方走進來之後 他其實是比較陡峭 就像剛剛說的 其實他有100公尺的落差 那另外你們看到的這個改色線呢 是現在背景的太陽產業道路 那所以產業道路他在那個行走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是汽車人 所以是比較陰性的 那他已經穿插板 到這邊稍微切開啦 所以每段古刀經過的時候 都大概都過一段馬路 那第二段的路口在這個地方 在接下來還是會遇到像時間廳這樣子 那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一些民宅 那尤其是這一個是 大概他們三個城市來的 然後這邊有他們組的石板橋 其實這個地方在下一坡的時候 隨樣風配他景色也真的很好 那到下方這個階段來的時候 就也有農民他是自己的 但是其實他們對我來記得 老舟並沒有那麼大 那到這一區就是剛剛說的 最後一個就是節點的地方 是要走路月齡古道他另外一頭 那這個地方我們再實行在這邊停止 那從環境觀察的區塊來看 因為老師他們有交通過這個ROS理論 他去比先對環境做一個診識 或者做一個檢視 他其實面積是比較屬於自然原始的狀態 並不會去有太大的干擾 那農民對他的干擾 那其實我們只是在古書或者竹林上面看到 以及先對他們做的這片詩記憲 那大部分的步道化是屬於自然原始的類型 那因為金融市現在並沒有暫時 一定要去登山分析 但最近我們是用新北市的登山分析 那分析出來其實他大概是屬於市集的部分 那他並沒有太多特殊的人工的設施 那安全的部分可能就是說 當地農民也可能有加一些繩子 但是其實我們去磁地走路的時候 倒是沒有這個部分 那如果從遊客的使用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他還是屬於比較野心 因為他這樣子走來 我另外一個同胖同胖也會發現我其實體力也沒那麼好 那走的時候他會走很快 然後我們其實是會稍微落後的 不過這個環境其實是相當適當的信用 那接下來我們在基地調查跟分析的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在中山氣象局的訪站上面 你可以看到歷年來的資料 那這邊我稍微先解決2017年 2016年的平均的一個資料來看 他的年降雨要大約到3850公里 然後降雨就是210 那另外他相對濕度大概74蠻高的 然後平均的溫度在夏季是28 然後冬季是17.8 這個溫差部分其實算是還蠻疑人的 那會發現說在這一區塊基隆的那個降雨 其實7、8月比較少 然後6月的時候跟冬天所有收尾強項的部分 尤其是像今年的9月初的時候 其實他單日的強項也可以到達150Nm 所以在這個步道待會兒 我們會看到他的那個失望的情況 其實是這個步道最主要的問題需要提出 那到底那個地址層層這個地方 會發現說他的地址是屬於沙岩跟葉岩層層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那個沙岩的壞石 但是也有還沒層 那另外有一個草爛的短層 這一個地址層這邊經過 那對我個人可能就是後續可能還要再補充就是說 去瞭解說這個短層對他影響 那我們所看到的步道的現況其實碎裂的20之難 那補植的組成是分植狼組他比較鬆軟 然後在那個部分其實下雨的時候衝刷也比較嚴重 那在那個植物的部分是以破葉領為主 那動物的話會潮濕 所以像花類啊都有 然後剛才講的就是洞穴洞穴洞穴也看得到 那他會在那個水源區的部分 所以其實很潮濕 那晴天的時候穿梭在影韻中間其實都很漂亮 可是下一天都會其實就是你會看到說 那個淨流啊或者旁邊的小溪啊 這樣賣出來在路面 那土地全處中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地方套點之後 你發現這邊都是切割是石的土地 那另外只有一些是租過的是活用地 那他主要都是山坡保育地啊 或是木用地為主 那在這個分析上面就是配合手中步道 有四大的那個原則性 然後再去分析這個優劣式的狀況 因為既然在路視的部分 其實他其實有他的那個處理的破竊性 那附近因為登山路道比較多 其實經典多野性的有可能是 我們想把他串連起來變成一個黃鑽線 他其實去處理這一條 所以那是很有發展性的 那但是在路視的部分 因為他的土地私有是私人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淨流已經可取用線材 目前官方看到海航沒有那麼大 所以在路視跟威脅上面 其實都是需要去考慮 那我們希望他的步道 就一定在意直還有可清晰 然後利用手作步道去維持他的天然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手作步道 其實可以導入他最重要做一個排水問題的解決 以及多階型的步道 其實並沒有辦法達到就是讓我們更舒適的 主要用山野這些事情 那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改善好不好 其實在這邊路徑不明的情況 跟那個沒有適當的指示標誌 很容易造成山野移開越南的路徑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部分可以陸續做改善 那我這邊的改善系統大概如下 那另外呢 在石階的部分 因為其實他接亂石的部分也蠻嚴重 然後路面的那個擬硬 還有沖石低線的部分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那在這邊有個地方是建議說每天的碎石碰到路面 或者重整時間的路徑 那改善的示意圖也是像這樣子 尤其是我們之前在手步道時做的時候 其實老師都有特別教過那個夯食啊 微填這一個工程 那另外就是排水問題這邊 所以就是可能老師像這一部分 就很想導流跟導流多 然後定期做好之後要有個定期的維護跟指示 那另外或許有規劃呢 就是像老師剛剛所講的 住所政府單位 社區有社區化的行為 那另外當地的機率其實都可以納入 以及共同做討論 那整個修廠程序 我認為從步道文實跟生態調查 這方面要先去做解決 另外再走入現場的探查 然後是不是邀請步道的走入步道資源 然後跟在地裡面的那種共同的資格 那這邊其實就是你走上步道之後 其實可以看到那個整個企圖 然後往外看其實就是 外觀山啊或者說發電廠啊 那我今天能夠報到這邊 謝謝各位 好因為我們每一組只有10分鐘 時間非常緊迫 然後就是最後的老師 然後就是最後的老師 還可以幫忙 然後還有來賓就是可以做一些回饋或建議 那接下來請第二組 第二組就是報告那個苗栗造橋的口山 口山步道 由許陳偉還有林立鳳 那是由那個陳偉來負責報告 陳偉加油 謝謝 各位貴賓還有各位老師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我們口山步道組的許陳偉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條步道呢 一開始是因為它交通便利 然後到了那一邊之後 會發現 欸 人很少 因為它畢竟不像是都市地區 那人很少 然後慢慢的 步調慢慢的 然後我就觀察到 當地的人 他在拜拜啊 或是他在開藥局 然後 或是有一間沒有人的麵包店 就是沒有店員在顧的麵包店 然後這些種種我都覺得很有趣 那 就吸引我 我們這一組繼續去調查 慢慢的想要越來越了解它 就很像談戀愛的過程一樣 那 接下來就是我們會分 呃四個部分 就是步道警戒 步道警戒 然後基地調查還有發展警力 還有規劃構想定位 那首先呢 呃歷史人文的部分 在西元1905年 就是過去造橋其實是以石油跟精神器 為主要的產業 那 這一張圖片就是當初在造橋的景水村的景水礦場的情形 那 後來的鐵路跟公路的發展 其實就跟這個產業有關係 那 當時的鐵路發展呢 在西元1908年 台灣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我本來要找他第一代的霧照的車站的站體的照片 可是其實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當時的鐵路的路線圖 就可以看到當時造橋略定設站 那 但是在西元1935年的時候 關道山大地震 那 當時的霧照站體已經毀壞 所以 後來重建的是 當時全台灣第一間水泥平頂市的造橋車站 那 直到現在 所以 現在的造橋車站其實是有83年的歷史的 那 左邊的這一張圖 有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南瓜 那 是因為現在造橋以南瓜為主要的農產地 他在飛 南瓜 常常有 每年都會辦南瓜節 那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口山步道時是 呃 大家 過去先明 從造橋村 要到隔壁的坦文村 或是草陽村 所走出來的道路 是今天我們就要介紹的 口山步道的前身 那 口山步道在哪裡呢 他因為在位於 口造橋口山而明 那全程大約是1.5公里 那最高海拔大概是68公尺 有三個出入口 那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上的一個綠色圓圈 是造橋車站的所在位置 那車站一出來 我們就可以朝 三個綠色接頭的方向 到他分別 有三個出入口 那我們的調查呢 是從南入口 這邊進行調查 那 醉山步道的周邊的景色呢 是 有造橋車站 然後還有車站旁 也有停車場 像停車場的圖 照片可以看到 大概有 上次估算大概是 可以抵二十十路車 所以其實 可以坐火車也可以開車 來這條口山步道 那 車站的旁邊 也有保留 當時 車站的觀設 當時的車站長 住的宿舍就是在這裡 但是現在其實是已經有 重建過後了 所以看起來算是 滿精緻的 那還有 還有造橋鄉農會 那 這條步道的撲面 整個大致上分這三種 但是 多數 大部分都是自然撲面 那 只有兩個地方是 水泥柱橫放的這種撲面 還有石板撲面 呃 步道分級上 我們覺得他屬於 如果用台北市的分級表 屬於休閒級的 因為他 行進路線很容易掌握 然後登山口也容易辨識 可擊性又高 那 部分的波度可能會燒走 但是 多數是平緩的 那 是一個老少鮮的 步道 那 接下來是我們基地調查 氣候的部分 呃 我們在 用中央氣象局的資訊 看到 呃 呃 右邊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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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的時候是最高溫 大概在30度C 那 2月的時候大概是10度C 那 雨量的部分是藍色的曲線 呃 最多 雨量的月份呢 是5月跟8月 但其實都 月累積雨量大概都只有270毫米左右 所以其實 呃 雨量不算多 那我們實際 仿查當地的居民 也說那裡 不下 呃 常常不下雨 然後每次掃墓的時候 常常會有火燒山的情形 因為旁邊就有一個公墓 那 在 霧道上 我們做的生態調查 大概大致上有 主要有 呃 大概有 苦戀 然後香絲樹 還有蟑樹 還有螺桶 然後還有 其實還有 呃 附近均勻很熱心 他其實 會喜歡在霧道旁 這種一些植物 比如說有花季 還有馬拉花莉 還有大花仙丹 還有葉姆丹 但是其實有了大花仙丹跟葉姆丹 其實這些屬於蜜原植物 其實會適合一些鳳蝶來造訪 所以其實我們在路 步道上其實還可以看到 有玉帶鳳蝶 青帶鳳蝶 然後有五色鳥 那這邊要感謝我們的同學 是玉神哥提供的那個自動相機 我們有拍到台灣三鄉 在這條路上 那 接下來是土地全屬的部分 我們查到了 他的土地全屬其實 算很複雜 那分屬 大概有寶岸用地 也有殯葬用地 農牧用地 還有建築用地 那最高海拔大概68公尺 最大部分大概25% 那從等高線圖來看 是我們的步道在這裡 那他其實跟周遭的地勢呢 都算是不高 大概都是 像這條等高線是50公尺 所以 周遭都跟他一樣 大概地勢都是不高的情況 那地質調查的部分 我們 我算不到屬於柯三層 那岩信是沙爺老家的葉 那屬於黃籠 然後黏植藍土 我們其實有去 去做做看 去說 下雨的時候 或是把他沾水 然後發現他其實是 不容易散開的 所以我們 卻正式是臨植藍土 那接下來是步道的現況 我們從南入口出發的話 入口旁就有一個 博工廟 社會博工廟 那入口處呢 是木棧階級跟 有一個牌子上面寫 孔山步道射造小組 所以 當地的居民其實是 也有 有自發性的去維護這條步道 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看到 因為有葫蘆 竹蟲 很特殊 因為很突悟 因為旁邊都沒有植物 那 接下來會到櫃竹岔路 櫃竹岔路 那這一張圖 是要讓大家比較明顯看到 兩邊有岔路 那 這兩條岔路都可以到下一個景點的觀景台 那 只是右邊呢 是短而 抖 那 左邊呢 是緩而長 接下來的觀景台 是木造 兩層樓的 那 其實我們實地看了一下 它的二樓的地板 其實是已經毀損的 接下來會走到 舟生橋 舟生橋其實是為了經驗 當時為了經商 走出這條路的人 以它為名 那接下來 那岔路呢 是中段路口 就是中段路 可以到達 造小車站 那 這個岔路 其實就是一個階梯 但其實這個階梯已經是回損的 中間大概有木板 還有磚口 但已經殘破 我們看 然後接下來到了 第二個 觀景台 那 設施健全 然後 接下來就到北路口 北路口剛好有一個 伯宮廟 中北伯伯宮廟 那路道問題上 我們看到了 前天的時候 大概都是路面乾燥 但是雨天的話呢 路面就會積水 而且很明顯有表面淨流 那除了 剛剛的那個 表面淨流 我們發現其實 這個步道上 排水的問題很不 不 不良 就是非常不好 那還有樹根裸肉 松石溝 還有路面下石 還有斷 兩個情況發生 那這條步道 我們如果要做手作步道的話 我們覺得他的優勢是 他步道是具排水的話 是具極限性的 而且他有老少前 交通病很容易吸引遊客來 那 弱勢呢 是不易就地取材 我們其實發現不到 像是大塊石頭 或是木頭 能夠來當作材料 那還有土地全屬複雜 然後如果我們做結合歷史步道 還有農產品 來現在的南瓜 發展一定有方案的話 所以說不定可以吸引遊客 那還有 可以讓社區對話思考 步道的回復理念 但 威脅就是 使用率跟知名度 相對其他的步驟 描令的其他步道 來說是相對低的 那 我們的鑑定大概就是 想要讓他保持自然鋪面 然後 能夠做一個示範的作用 然後 然後結合看歷史來吸引遊客 那我們 排水改善的構想大概是 在三個資料點的前後 在適當的距離做排水設施 那 把排水水不良的狀況的地方呢 用做一個設置 一個導流木 讓水不要繼續留在 地道上沖霜 可以減少這個沖實的情形 繼續加深 那 階梯渾水的損毀的部分呢 我們覺得 他附近旁邊剛好就有一個竹蟲 好 然後 我說定可以做一個 竹階機 也是符合限定 然後又環保 那 最後的 岔路 最後的斷崖 有一個部分是有一個岔路 可以通道斷崖 那 這個斷崖其實 形形 情況很重 就是都可以看到椅子這邊 一定都沒有植被 然後 然後 如果再不想辦法改善 他其實是會繼續沖出來 繼續縮減路面的 那 所以我們覺得 應該可以 先暫時把這個路段封閉 然後 培育子被 那 避免雨水在繼續侵蝕 左邊坡 那 如果這些我們都可以做到 或許我們都可以 呃 呃 不只人好走 然後其實也是在保護 當地的生態 那 這些資源 如果可以繼續 永續的話 那 其實這 都是一個 吸引力 吸引 別的地方的遊客 可以來到 造橋的 口山步道 來做旅遊 那 以上就是我的 呃 報告 謝謝 好 那 第三組 請第三組準備 那第三組他要談報告的是 台中太平咬人狗坑的步道 有 陳敬佳 魏玉堅 吳文靜三位 那是 你們三位一起聯合報告 謝謝